其實在最近呢 就是在昨天發生了一起事件 就是一個人倫悲劇 是在高雄的新興區 在昨天晚間發生了一起人倫悲劇 由於一對28歲的夫妻倆 他們疑似是不堪經濟的壓力 和這個3歲 6歲以及7歲的智子 來沉濕在屋內 一家5口是全數死亡 那麼警方到場的時候 其實一家5口都是已經明顯死亡的 初步判定是沒有外力來介入 據了解這一名媽媽是28歲 她原本在屏東是做精品的生意的 後來搬到了高雄之後就改做了八大行業 她最近曾經有向同事透露說 她最近手頭是有點緊 那麼她的先生則是一般的上班族 昨天晚間的時候 這一名媽媽她的同事就發現 怎麼都沒有來上班 那一直聯絡不上人 財經局不對勁 報警處理 那麼夫妻倆的父母得知消息之後 是前往處理後事 見到三名愛孫的遺體更是悲痛不已 就無法諒解夫妻兩個人 為什麼要把孫子們也跟著帶走 就是我們目前收到的最新消息 那其實詳細的案件發生的詳細情況 還是有帶警方來做調查理清 接下來讓我們來關心政治消息的部分 帶大家來看到的是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當選人 韓國瑜日前就拋出了 這樣和立委張啟成來組成韓江沛 要爭取立法院的龍頭 那麼更強調 這個和江啟成會雙進雙出 不過立委傅崑琪她就表態 是有意想要來爭取這個立院龍頭的 但是就在今天上午 這個黨中央舉辦立委座談會的時候 這個劇情卻是急轉直下喔 傅崑琪就在會中拉起了韓江兩個人的手 表示政治是一時的 兄弟是永遠的 他會支持韓江沛 傅崑琪稍早受訪時表示 民主是不能放棄的價值 不管是前院長王金平 前副院長洪秀柱 每一位都是經過黨團假投票出選產生 一個政黨非常不容易 尤其國民黨在野 我們絕對不會跑票 一定要堅持民主制度 不過經過韓國瑜在會中 高喊團結之後 傅崑琪似乎已經讓步 主動幫江啟臣加油 隨後韓江富三人握手言和 高喊動算 傅崑琪更是在會中 拉起韓江兩個人的手 表示政治是一時 兄弟是永遠的 支持韓江沛 國民黨今天召開新科立委的座談會 就凝聚了韓江沛的議事 這個黨主席朱立倫就說 現場呼聲最大的就是 給我一個院長韓國瑜 也是大家的共同心聲 他說讓我們的黨能夠凝聚與團結 我們很清楚每一天的挑戰 選後民眾最希望看到的 絕對不是朝野之間 為了一個位置在那邊互貞 而是希望看到的 是你到底接下來要為我們做什麼 不管我們政府院長的事情 黨團的選舉 我們都一定是秉持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是清清白白 國民黨一定是清清白白 我們要改革的政黨一定是清清白白 實實在在 團結一致 絕對 不容許 任何的金錢或權力的交換 我再一次的呼籲賴清德主席 民進黨選總統 如果 今天民進黨 在動用任何的 權力的交換 金錢的利益 你就是要搞爛台灣的民主政治 我們大家就秉持這樣清清白白 我們實實在在的 團進團出 我們一定秉持這樣決心 每一位都是我們一家人 每一位都是自己的同志 我們大家秉持這樣的決心 什麼事情都可以溝通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我想現場的呼聲最大的 都是給我一個院長 韓國人 我想這個是大家的共同心聲 所以我也希望 當然要尊重大家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共同 讓我們的黨能夠再凝聚 大家能夠團結 立法院將在2月1號選出新的正副院長 那身為關鍵少數的民眾黨 他們在日前不是像藍綠 抛出國會改革的四個承諾嗎 其實這個四個承諾 他們就說希望藍綠兩黨可以回應一下 因為這將會左右民眾黨 8票的投票意向 不過到底國會是要綠白和還是藍白和 這個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就喊話啦 他說還是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回應 他們對於國會改革的訴求 而Deathline就是1月28號 國會龍頭之戰倒數兩個星期 民眾黨的8票是關鍵少數 黨主席柯文哲昨天下午要求藍綠雙方 在1月28日之前 回應民眾黨的國會改革四大承諾 那我現在看起來到現在為止 讓只有傅昆錡有公開回應 其他的到現在也沒有公開回應 儘管柯文哲認為國民黨的傅昆錡 昨天上午提出立法院經費透明的五項承諾 是在回應民眾黨的訴求 但問題是傅昆錡和支持韓江沛的黨中央對抗 強調自己是在反映基層小草的期盼 而小草是柯粉的代名詞 難道傅昆錡是在向民眾黨拉票嗎 國民黨那個要怎麼推我們還是不曉得的 當然我是主張還是要有這個什麼 初選的機制 反正如果有人有支持我們的國會改革的意願 我們到時候再來處理嘛 柯文哲沒排出藍白河的可能性 媒體追問綠白河是不是 黃珊珊搭檔民進黨的游錫坤 柯文哲也沒把話說死 看看大家怎麼表示 最後幾天我們民眾黨內還是演嘛 會有一個黨內的民主機制來決定 我們要怎麼做 我都沒有回應 那有回應有回應的做法 不回應有不回應的做法 最後deadline時間呢 大概28還可以 民眾黨是拋出了這個deadline 不過民進黨的立院黨團總召 柯建民就表示 現在韓國瑜和江啟臣 是要挑戰立院的正副院長 但是民眾黨的這八席 根本就是沒有用的八席 他說新國會將會是一個大賽局 演得太離譜的話 就會自動被淘汰的 柯建民表示 國民黨加無黨籍 本身就已經掌握了過半席次 哪裡還需要民眾黨的八席 當然個別議題合作是一回事 但是看到民眾黨黃國昌 一副天下都是看我的樣子 這我真的看不懂 至於民眾黨提出的四大訴求 柯建民說 在憲政體制下進行國會改革 總統國情報告都沒有問題 然而民眾黨提出的隔魁同意權 在1997年第四次修憲之後 就已經將原先的隔魁同意權 改為不信任案 但是不信任案是一個原子彈 隨時都有可能會面臨倒閣 相對的就是解散國會 因此若要發動不信任案 各黨都要想清楚 柯建民就狠批 國民眾黨想把美國部會首長的 聽證制度引進台灣 黃國昌甚至提過離譜的藐視國會罪 只凸顯了對憲政以及法律的無知而已